我記得Movado有一個系列正宗的Museum 它有一個系列叫Red Label 紅錶 它的機身跟普通的不同 打磨也比較厲害 然後它的鎖也比較漂亮 今天就回到幾十隻Movado 給我一隻一定是一隻Lunner 讓我看到有一隻很划算 但它的機身不是用Eta 而用Saletta 因為一看就知道 鎖也不一樣 有一個屁的位置 但它是全部加進去 怎樣加進去呢 是加進去黑色和紅色 好像很帥氣 稍後一看會給大家看 這兩隻是對標 Dadeade 雙日曆 整個藍色都很漂亮 而且條字很有勢 而且你看到在條字的醉嘟嘟 有一顆這樣的寶石仔 定家是8200元 絕對不貴 這隻就是Eta 機身扣底 你看到的鎖也是做Modification 而且你留意一下 帶是一個很特別的C型帶 跟一般的鎖帶或鎖帶 是有點不同的 去到這隻 這隻又是一個新的系列 不知為何 有一點紅色 你見到Automatic 也有一個紅色的字樣 英勒格 它整個是一個星球 一個Planet Hawk 的設計 有一點點圓兜 水泡式 全拋光 沒有所霸 有一個分分鐘的內環 Sedan 的做法 也是一種兩面切割 少許樓線型尖位 後面有一個夜光點 這個就是傳統80年代都喜歡這樣做的 就是這隻機首馬 我告訴你 Selita 但是它又不是到Rodium 它是到一個顏色 兩件不同 裡面是黑色 外面是紅色 但是黑色的位置 又印上 用紅色英勒格字 印上標誌 紅黑的對比非常足夠 整個鎖 已經是插著你的注意力 絕對是一個 紅色的標誌 都是8000多 是不是定價 還是7000多 幾個款 幾個顏色 這隻就是灰色 深灰色 也挺漂亮的 叫孤級灰 咦 糟糕 看錯價 原來不是8000多 不是7000多 原來是6300 真是離譜 為何會這麼便宜 真是現在買一隻 那些大陸錶 日本錶都買不到 正宗 瑞士 這麼有歷史的牌子 又有型 不過隔帶 我覺得就普通一點 我想都是 把價錢 走一走 6300 剛才那隻8000多 雙日曆 SALITA 你看看 鎖 即是 召喚到這麼漂亮 這麼 紅色的標誌 是帶子可以挑剔 男裝40尺寸 如果女裝都是30多 有什麼顏色呢 白色 灰色 有沒有黑色呢 不知道 咦 原來還有一隻藍色 這隻很棒 藍色加上這個紅字 很閃 就像GRANDSEIKO那隻藍色 GRANDSEIKO那隻這麼閃的字丁 ultur心 紫 維 維 紫